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科隆纳拥有一座国际机场 虽然没有直达我们中国国内的直飞航班 但是呢我们拥有可以去到美国和墨西哥的直航 科隆纳本地呢没有大统华 但是有三家小型的本地华人超市 还有一家网上的购物商城仙多多 这些呢可以基本满足到大家对中国食品 或者说亚洲食品的基本需求 那科隆纳呢目前有两所大学的院校 第一所是奥克纳根College 提供各种证书文凭或者说是本科学位的相关课程 第二所呢就是UBC奥克纳根Campus 目前已经成立的就是在机场 我们靠北边附近的这一个Campus 那大家可能也听说了在今后的几年 UBC还会在科隆纳的Downtown开立第二个分校 科隆纳虽然小但是还是有着学区之分 靠南面的Lower Mission和Up Mission 就是科隆纳最好的公立学区 那也拥有着全省排名比较靠前的一些好学校 那虽然这几年科隆纳的这个市政府 有非常努力的想要改善公交系统 但是我们这一边呢和大城市相比还是相差甚远 个人感觉在这一边如果没有车的话 还是比较举步维艰的 尤其是在周末的时候 搬车公车的这个搬次比较少 科隆纳这座城市呢偏重旅游业以及服务业 当然因为我们这一边比较好的这个气候条件 所以也吸引了不少退休的人群过来 医疗产业呢对这一边来说也是非常兴旺的 在过去的几年 科隆纳的市政府也尽力的将科隆纳打造成 我们内陆地区的一个科技中心 所以科技产业包括说我们之前提到的几个行业 都是这一边比较容易找到工作机会的 那很多朋友呢觉得科隆纳的人口比较少 是一个小城市 房价呢应该也会比较低一点 但其实呢因为科隆纳也是在咱们BC省 并且是BC省的第三大城市 咱们的这个房价水平呀 可能还是比大家想象中的要高一些 那根据最新的二月份数据显示呢 独立屋均价大约在97万 连排屋74万 而公寓呢则是在50万左右 那说到生活成本 其实无非就是衣食住行 我个人会感觉 资助在科隆纳呢 其实普通的吃穿用毒会要比在大城市 稍微的要高一些 而租房这一块呢 目前科隆纳的这个市场 一房大概是1600到1800左右 两房呢2200到2400 所以在租金这一块的压力 对于租客来说 也是稍稍有一些的 毕竟在BC省的话 我们的这个收入的水平 可能和安省 或者说是我们邻近的阿尔伯塔省 还是会要稍微逊色一些 所以说总体的生活成本上的这个压力呢 可能还是会有一些的 好了 那跟大家今天的分享就到这了 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 欢迎大家随时私信我 下期见 拜拜 拜拜